从没见过这么诡异的女尸 四肢关节全部骨折 可身体却没有一点外在的流血和瘀伤 甚至皮肤血白无瑕 她的瞳孔也不同于常人 显得十分浑浊 更可怕的是 女尸的舌头被残忍割掉 可切口处又不太整齐 嘴里还缺少一颗牙齿 在艳尸官拍照的时候 女尸突然鼻孔流血 随后从中钻出一只黑色的苍蝇 这便是艳尸官汤米新收的女尸 看到女尸的种种现象 汤米联想到15年前的人口走私案 他们会把女孩的手脚绑得紧紧的 继而把舌头割掉 以此他们防止逃跑和发出声音 但通过判断 这些肯定不是她的致命伤 接着汤米从女尸的喉咙里 拉出一缕绳子 经过化验 判断可能是某种纤维 父子俩继而检查 发现女尸的下体被严重撕裂 这说明 她在生前一定遭受了惨无人道的伤害 接下来是内部检验 这时 收音机突然传出诡异的声音 仿佛在阻止汤米继续查验 汤米拿着手术刀 轻轻划开女尸的身体 下一秒鲜血直流 这让她摸不着头脑 因为这现象表明 她应该处于刚死亡的几个时辰内 可浑浊的瞳孔又代表死亡多日 这两者的信息完全不对等 接着她切开女尸的肺 里面已经完全黑化了 就像抽了30年烟一样 然后窃下心脏 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痕 奥斯丁还发现肝脏上有许多斑痕组织 这让父子俩彻底猛了 内脏已经受伤如此严重 可外边没有一丝伤痕 这怎么可能呢 两人正疑惑着 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响动 奥斯丁出门查看 却发现拐角处的镜子上 出现了一个人意 她撞着胆子走过去 可另一边空无一人 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与此同时 汤米在尸体上发现了什么 正当她要继续下去 女尸的肋骨切面划上了她的手段 汤米只得放下手术刀去处理伤口 奥斯丁这时也回到了解剖室 但当她转过身 发现尸体的冷藏会自己打开了 她莫名其妙 但还是安慰自己可能是没关好 接下来是常会系统 手术刀划开表面 汤米从里面发现了一朵花 她立马翻书查看 回想女士之前的种种现象 奥斯丁觉得有些古异 于是她建议汤米早在夜 但爸爸拒绝了她 因为刚才警察送来的时候 强调了明早要报道 所以今晚一定要完成工作 听到这话 奥斯丁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验尸 两人接着又找到了一个布包 打开一看 里面还包着一颗牙齿 奥斯丁立马和女士嘴里缺失的牙动对比 证实确实是女士的 再看下布包 上面画有奇怪的图案和罗马数字 这时 奥斯丁像是想起什么 她翻出之前在女士嘴里找到的一缕绳子 将其和布包材料进行对比 果不其然 是同一种纤维 她当即认为 女士是生前被硬生生拔掉牙齿 然后包上布 强迫器吞下去的 真是极其才能 汤米这时发现了另一奇怪之处 她用手术刀将女士的皮和肉割开 果不其然 理化也又有相同的奇怪图案 像是用某种宗教的祭祀 而女士就像是祭祀仪式的祭品 艳士官切开女士的肺 发现里面已经完全黑白了 就像被火烧一般 她的心脏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痕 就连肝脏上也有许多斑痕组织 这让艳士官彻底猛了 因为女士的皮肤没有一丝伤痕 可内脏却受伤如此严重 这怎么可能呢 艳士房的灯光突然闪烁 旁边的录音机也传出诡异的歌声 接着灯管炸裂 艳士房内陷入一片黑暗 奥斯丁连忙打开手电筒 这时她发现 存放尸体的冰柜全部被打开 而里面的尸体无翼而飞 看到此景 奥斯丁拉起汤米就跑 外面的走廊也是漆黑一片 他们跑到电梯口 可是电梯却毫无反应 想要手机求救也没有信号 究竟进入一间屋内 可两人还没缓过神 门外就传来铃铛的声音 两人面露惊恐 因为铃铛是为了防止尸体夹死 而拴在尸体脚上的 可现在出现如此频繁的响动 说明尸体在自行行走 奥斯丁趴在地上 通过门缝去看 忽然出现一只拴着铃铛的脚 然后开始使劲砸门 父子俩搬来重路挡住 不一会儿声音停下了 但剧烈的行为 让汤米的伤口开始渗血 他倒水时洗手 这时 一旁的窗帘忽然飘动 奥斯丁定了一看 似乎有个人眼不住 康帘后什么都没有 两人松了口气 可下一个 奥斯丁急得直撞门 他撞开 只见汤米躺在地上一动一轮动 包扎伤口时 汤米说 他看到袭击他的人眼睛也是浑浊的 和女士一样 两人这才反应过来 今晚发生一切诡异的事情 都是从解剖女士开始的 二人决定返回解剖时 将女士烧毁 他们点燃火柴 扔到女士身上 可不想直接点燃了解剖室 奥斯丁健壮立马找来灭火器 等汤米把火苗灭掉 被眼前的荧幕惊呆了 本想烧毁的女士 竟然毫发无损 看到如此诡异的荧幕 二人觉得不能再待下去了 正巧听见电梯到达的声音 他们抄起旁边的斧头 拔开门就往电梯跑去 可还是完了一秒 他们废坏在电梯前 这时漆黑的走廊又响起了铃铛声 在拐角镜子也看到了人影 奥斯丁不敢迟疑 使出吃奶的竟将电梯门扒开 二人立马逃了进去 可电梯再次搞事情 门没关上 汤米拿着斧头站在门缝前 等着尸体的到来 铃声一停 汤米朝着黑暗用力一批 可没想到的是 倒下的是奥斯丁的女友 原来女友和奥斯丁约好 11点去地下室找她 结果出了这种事情 二人来不及悲伤 立马跑回电梯内 奥斯丁一直在自责 觉得是自己让女友回来 才导致的惨剧 冷静之余 奥斯丁分析道 于是父子俩决定冒险返回 继续验尸 查出女士的死亡真相 男人切开女士的头颅 取下一片组织 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引入眼帘的 是大片活跃的红性凹 这说明刚被取下组织的女士 其实是个活人 可离奇的是 女人刚刚已经被解脱 被大火焚烧 心脏也被拿出 根本不可能还活着 两人震惊之余 无端观察女士思索 奥斯丁突然想到什么 他翻到之前从胃里找到 画有奇怪图案的布 放在灯光下观察 在他不断地尝试下 他发现折叠后的布 再传达些什么信息 汤米立马翻书 很快就找到了出处 原来在17世纪 新英格兰有着女巫的传说 他们诬告无辜的年轻女孩 指控他们莫须有的罪行 并在其身上举行仪式 可他们并没有选择 吊死或者烧死她们 而是不断地虐待她们 面前的这个女师 就是当时被陷阱的女巫 她死于1693年的仪式中 因为被诬陷虐待致死 所以她要让所有 伤害她的人感动身受 并且让她们在生前饱受折磨 而女巫自身的痛苦 是不会停止的 于是这么久以来 她通过别人的痛苦 转移来实现陷阱 这是她的复仇 也是她的仪式 然而父子两位盯上 也只是因为 他们特殊的解银师身份 能看到平常人 看不到的东西 刚分析完 门外出现 传出的杂本声 吓得奥斯丁力马跑去赌门 与此同时 汤米被袭击的地方 也传来剧烈疼痛 想起刚查到的资料 她知道女士 要用她的身体陷阱 于是汤米赶忙 趴在女士身旁 向她祈求道 女士像听懂的似的 下一段 汤米的表情逐渐争明 接着她的四肢关节 开始端定 她跪在地上 体内的器官也在自行毁灭 双眼编至魂竹 剧烈的疼痛 让汤米苦苦勘言 与此同时 女士的四肢逐渐恢复 被划开的皮肤和器官 都在自行愈合 瞳孔变质棕色 流出的血也在不断回流 汤米实在支撑不住 倒在了地上 她看向旁边的刀 祈求儿子直接了结她 看到如此痛苦的老爸 奥斯丁泪流满面 但她还是选择拿起了刀 结束了老爸的痛苦很快 验尸房恢复明亮 冰柜也恢复了正常 此时 她听到门外有人在呼喊她的名字 是警察来 她立马走向楼梯 地下室门口的时间 门口的警察一直在催促她 可紧接着 门外的说话声 变成了奇怪的音乐 奥斯丁一脸不可置信 无端偶活退 她看向楼下 什么也没有 可下一秒 怎么这样 奥斯丁也死在了女士的复仇下 隔天 警方来到地下室 找汤米父子俩 可看到的只有尸体 汤米被判定被胸口一道致死 但令警方不解释 她和女士一样 四肢勿者却没有瘀伤 而奥斯丁则是高处坠楼致死 因为没有得到解剖结果 警方决定将尸体送至医学研究院继续验尸 可就在女士被抬上车的下一秒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个被诬陷献剑的女孩 在遭受残忍虐待或死去 最终变成利用献剑复仇的女人 而女巫的献剑仪式永远不会停止 她要让所有伤害她的恶魔 反复深受 恶魔引导人们感受恐惧 相信幻觉 而真正的恶魔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内心的恶意